女孩真是太可怜了 只要听到笑霸暗动牵笛 她就必须开怀大笑 而且无论笑霸如何羞辱 她都不敢停止微笑 因为这是笑霸给她定的规矩 一旦在被欺负的时候没有保持笑容 她就会被笑霸拉到巷子里疯狂殴打 而她就是被打怕了 所以不管任何场合 笑霸一暗动牵笛 女孩都会强制自己微笑 而女孩的闺蜜不愿笑霸继续猖狂 当即就准备将其曝光 但笑霸却先她一步 不仅直接拦下了闺蜜 还要拉着闺蜜去巷子里玩耍 这可吓坏了女孩 她不愿闺蜜因自己而被打 于是急忙跪了下来 求笑霸放过自己的闺蜜 但笑霸却一脸玩味地盯着女孩 仿佛并不满意她的囚牢 女孩健壮也只好抢过了牵笛 一边疯狂地暗动 一边拼命地哈哈大笑 而笑霸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欣赏了女孩的屈辱表演后 开心地结束了今日份虐待 但高中三年 女孩始终被笑霸不停地欺负 直至毕业都未能走出心中的阴影 只能一个人在深夜里暗自哭泣 而女孩好不容易才埋藏了记忆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 当上了杂志社的编辑 不料笑霸竟再次出现 成为了女孩负责采访的知名作家 而且刚一见面 笑霸便想起了曾经的规矩 直接在采访中不停地暗动签订 这让女孩瞬间破防 急忙找了个借口便逃了出去 但笑霸却还没玩够 当即又追了出去 一把拉住想要逃跑的女孩 非要她表演一下当初的笑容 就这样 女孩彻底绝望了 她觉得活着真是太痛了 当即准备跳楼自杀 可地狱却不收阳寿未尽之人 于是地狱使者直接拦住了女孩 想劝她继续活下去 但大道理总是没用的 女孩仍是跳了下去 不料这一跳 女孩的心态反倒发生了变化 她想起了生活的美好 比如自己那宇宙第一好的闺蜜 以及始终帮助着自己的同事 因此她开始有些后悔 而地狱使者也及时出手 由于是地狱使者直接找上了笑霸 将她的灵魂投射到了当年的女孩身上 让其也体验了一把被霸凌的感觉 结果仅是一分钟过去 笑霸就彻底怂了 抱着地狱使者的脚疯狂求饶 但做错了就要付出代价 地狱使者直接将笑霸的霸凌证据交给了媒体 而随着媒体的大肆报道 笑霸瞬间变成了过街老鼠 受到了所有人的指责 并过上了生不如死的日子 而女孩也在看到新闻之后 彻底驱散了心底的阴霾 坚定地走向了幸福的生活